女人在回家的路上 发现地上有一瓶饮料 根据观察好像是一旁修自行车的男人吊的 可就在看清了男人的脸后 女人却感到了浑身的不自在 立刻转头就走 殊不知此时的男人 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 当天晚上 女人回到家后 发现自己的门把手上放着一个袋子 女人好奇地想要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结果却发现有一个戒指盒 莫非是暗恋自己的人送的礼物 可等女孩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的东西瞬间吓了女人一跳 因为里面根本就不是什么戒指 而是两颗连根拔起的牙齿 到了第二天 女人像往常一样从天桥底下回家 而这次 她又遇到了昨天的那个男人 看见女人过来 男人摘掉帽子想要向女人打招呼 可诡异的造型下的女人不敢有丝毫停留 直直地就跑回了家 可让女人没想到的是 这次她的门把手上 又挂着一个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袋子 联想到昨天的东西 女人有点害怕 可她还是鼓足勇气打开了袋子 结果又将女人给吓了一跳 里面居然是一把男人的头发 接二连三的怪事发生 这样女人也猜到了是谁做的 于是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女人也会刻意小心那个诡异的男人 好在男人不在 女人便松了一口气 可结果刚走到一半 那个男人又钻了出来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男人的一只眼睛上缠上了绷带 等到了屋子的时候 女人忐忑地又看了看自己的门把手 好在这次上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奇怪的东西 女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然而事情真的就会这么结束了吗 到了晚上 突然一阵门铃响起 可等女人询问是谁的时候 外面却又安静了起来 没办法 女人只能停下手里的活去 看看到底是谁在导这些恶作剧 结果等打开门才发现没有任何人 然而等女人看向地面的时候 地面却凭空出现了一盘菜 女人好奇地蹲了下去 可下一秒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里面那个类似龙眼的东西 竟然是一颗眼珠子 吓得女人赶紧关上了门 因为她联想到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 那个男人也少了一颗眼珠子 暗所得见 呻 mi Fear 竟然是房间 虚imen понять 私